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LG全球首款命令地电竞旗舰 27GR95UM 那它可以说是33来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27GR95UM采用了褐色的环保纸皮包装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个理线器 一份说明书和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仪器C310 测试了原生的射域空间 γ2.2 色温6500K 最大色差小于5 这个报告是一份通用模板 我们来把机器安装起来 底座拧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便利性还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和R8一样 采用了四边微边框的设计 底座是V字形设计的工程塑料 屏幕底部有一个五项摇杆按键 整体正面的颜值 在四边微边框的加持下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 上方是AutoGear的logo logo的下方是一个蜂窝六边形的大背包 背包的两侧各有两条RGB灯带 亮度很不错 在背包的右侧是它的接口配置 分别是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和两个USB下行接口 另外在屏幕底部 摇杆旁边还有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整体接口的配置 以它的售价和定位来看 是不理想的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 单边90度的随直旋转 和Visa 10x10的壁挂 但这套模具不支持水平旋转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AutoGear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第一主要感受 它整体的色彩通透艳丽 通过一切测试 SGP容积达到了143.48% PPI为163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轻易度表现 是很不错的 没有出现字体毛刺和彩边的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向素形态是鱼鳞状 二次菜单方面 验尸LG加注式的设计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它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摄温 出厂默认为6563K 菜单中的摄温选项 还提供了暖色 冷色以及手动 摄域空间方面 默认的是P3摄域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的摄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RGB模式下 摄域覆盖率为99.3% 平均摄压值1.56% 最大摄压值3.68% P3模式下 摄域覆盖率为99.9% 平均摄值1.32% 最大摄值2.41% 整体摄域覆盖表现很不错 但摄准的表现 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旗舰 亮度对比率方面 实测为525尼特 静态对比率为1182.1% 亮度和湿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蓝色部分超过了500尼特 周围绿色区域在400到500尼特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距为13.21% 切换到摄温模式 全屏摄温在5850K到6613K之间波动 右上角紫色区域在5900K 蓝色区域在6000到6200K之间 四周绿色以及左上角红色区 在6200K以上 切换到全屏黑场 关闭分区控制的情况下 屏幕漏光整体在右侧 最高处亮度在0.7L 开启分区空光之后 亮度为0L 黑场不发光 因此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可视角度方面 27GR95UM配备了ATW光学补偿模 通过四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四角呈现 IPS典型的实质性分布 相比没有ATW的IPS面板 它的可视角度提升 是非常明显的 最佳的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达到了30度 并且绿色区域也有了 大幅度的提升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QD亮子点背光 蓝光波峰在455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53%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 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连接PC最高可以达到 4K 160Hz 12bit全范围输入 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支持F26 四通道12G 总计48G满数带宽 连接PC可以达到 4K 160Hz 12bit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O Series X之后 它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以外 所有的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指令下 它支持4K 60以及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它可以支持4K 48-14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igh DPI和HDR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7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 DisplayHDR 1000的认证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 它含向有52区 素向有30区 总计1560区 光晕测试方面 即使从正面看 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光晕现象 它的背光逻辑呈现外扩状态 并且在低灰阶下尤为明显 整体的光晕控制 属于是非常糟糕的状态 背光延迟方面 菜单中有三个档位选择 通过仪器测试 它的数据 还会受到自身奇怪的ABL机制影响 正常模式下达到了408毫秒 快速模式581毫秒 更快模式314毫秒 整体的背光控制 会出现和画面不同步 同时触发ABL机制 背光还会出现明显的闪烁现象 另外在机器的测试中 屏幕还会不规律地出现全屏竖文 整体背光控制的评价 是极为不理想的 SDR亮度方面 如我们前面所讲 它存在的ABL机制 在玩家2模式 1%的APL白点窗口为737L 10%的白点窗口 可以达到峰值亮度 为1273L 从10%开始 又会出现下滑 直到全屏亮度为776L RTS模式下 SDR峰值亮度较低 1%的白点窗口只有341L 但随着APL窗口的增大 亮度会随之变高 直至100%全屏亮度为780L UTF曲线方面 它有5个模式 分别为玩家1、2 RTS、FPS以及声动 在所有的模式下 95U都裁切了10灰阶以下的内容 玩家1和2基本相同 从10灰阶开始恢复正常 并逐步贴合标准PQ到50灰阶 从50灰阶开始做提亮处理 70-80做滚降 之后持续拉高 在90-100的灰阶略高于标准PQ RTS、FPS、声动 则和玩家模式调教大为不同 从20-30左右开始提亮 到60灰阶 会受着APL机制的影响 X加曲线出现亮度断层 表现很差 X加实景方面的表现 我们从松下UB9000加 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测图 玩家2模式 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为779L 其次是玩家1模式 772L 声动模式 499L RTS模式 484L FPS模式 485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部分出现了轻微的过保和现象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但能看到明显的背光闪烁 观影体验感很差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射击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而此在游戏体验方面 它的色彩艳丽讨喜 但高光有过曝的现象 暗部也有一定的丢失 整体调校不好 但这还没完 以DP线5为例 在一个天气系统下 受背光延迟和ABL机制的双重影响 它的画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明暗交替现象 另外开启更高档位的OD 画面会出现高频闪烁 背光的控制一眼难尽 刷新率方面 95UM原生14Hz 通过超频 最高可以达到160Hz 在实际的测试中 16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影方面 它有4个OD档位 分别为关闭 正常 快速 更快 实际用仪器测试 关闭模式下6.04毫秒 正常模式下5.86毫秒 这两个档位都没有过充 快速模式4.97毫秒 平均过充0.75% 最大过充5.7% 更快3.28毫秒 平均过充19.25% 最大过充79.11% 这个档位有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快速模式4.97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状态 运动显示前方面测试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6.76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第42名 在UFO运动轻易度的测试中 我们可以看到 95UM的后方拖位控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飞碟本体的轻易度就表现的一般了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及它的数据天理码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中央有一块体积较大的金属屏蔽罩 屏蔽罩的下方 则是主动式散热风扇 旁边还有两个8O5W的扬声器 拆开屏蔽罩 我们可以看到它驱动版 主控IC是联发客的MT9810 它支持满速HDMI 2.1 左侧有一颗英伟达的FPGA芯片 用于1560的分区控制 USB接口位置 有一颗瑞宇的RTS5411 用于支持USB HUB功能 音频解码芯片 也是瑞宇的ALC4020 接着我们看面板 型号为LM270W28-SS11 这是一块LGD生产的原装模组 27英寸4K14核子OXA面板 1567的mini2D背光 8度式的摄身 我们来拆解一下面板背光层 它采用了COB的封装工艺 一灯一区 总计1560颗灯珠 混光距离为5毫米 从工艺和用料来看 其实相对一般并不算起见 接着我们来看 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摄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43%的SRGB容积 摄域天地板排名第31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525尼特 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4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实测为1182比1 对比度天地板排名第65名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配备了ATW的光学补偿模 在LCD中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出色 但这仅限于SDR状态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车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8.42%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第11名 SDR单组设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1273尼特 SDR亮度天地板排名第14名 SDR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黑场不方光 因此它接近无限的对比度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横向有52区 竖向有30区 总计1560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响应时间方面的车辆 它的最快可用灰阶为4.97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板的第70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BT为6.76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板第42名 好了各位 这一期我们就不做优趣点的总结了 以上就我们关于27G195UM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不能点赞 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